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来画出一幅美丽的水墨画 无论是画笔运行的力道 还是水墨调色 都是有不少的学问的 但是有人不仅可以画得好 甚至还用手指来完成画作 本地有一名纸画画家陈青叶 教授纸画了十多年 画作获得了国内外的肯定 如今他也努力地传承这项绘画技术 今天的玩物壮志 我们带您去看一看 这个越来越少见的绘画艺术 陈青叶的手指就是画笔 从调色到上色 每一根手指头都能灵活运用 从大拇指 小指头 甚至指关节 透过它的轻快指法 竹叶的粗细 熊猫的圆胖 花瓣的层次深浅 甚至千名落款 都能干脆利落地完成 这是指肉 还有一个指节 这些都可以用 陈青叶在80年代 向本地知名画家吴在岩 学习指画多年 2001年吴在岩过时候 他持续精进指画技术 曾获得2002年 印度文化基金会的 国际指画艺术成就奖肯定 也擅长毛笔水墨画的 陈青叶坦言 指画比用画笔学习的难度更高 想要画出好作品 得下更多苦工 手指里面有指脚 指肉 指背 这三部分 戒 每个手指都有这些的部分 拇指也可以 再来还有这个 掌心 也有掌背 手指头很粗 那么你要画细的线 你怎么画 你这个是要一个体验 你要专门懂得这个手指的用法 除了要勤加练习手部绘画技巧之外 绘画的调色基本功更得扎实 一张画不管你是水彩画 或者是水墨画或者是纸画 有一个要求 这个墨是黑的 可是墨要分五色 一种黑可以变成五个层次 再来颜色也是要五颜色 好像红 它有绒中淡 还有干 丝 深 浅 这些跟毛笔画差不多大同小异 可是手指很难 要很难做到 陈秦也沾满颜料的手 可看到因为作画出力 而在指腹上压出来的痕迹 就像印记 见证这些年的努力 家中摆满毕生的画作 其中挂在他书桌后方的 两幅大型画作 留下新加坡和早期的风貌 这幅2001年创作的作品 曾在国家美术馆展出 也是他最珍爱的作品之一 这个绘画是一种生活 我就是把原有的理论 跟现实的生活结合起来 让我们生活更美好 80岁的他 如今不仅仍时常作画 也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孔子学院 和丹荣八个民众俱乐部 开班授课 教学12年至今 学生有上千人 他希望能将这项特殊的 绘画艺术传承下去 让更多人认识 纸画独特的美 陈青叶的纸画导师吴在岩 曾在70年代成立三一纸画会 培育出了不少的本地纸画人才 但随着吴在岩过世 学生也是一个个年龄渐长 如今仍在本地持续作画 和教学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 本地的纸画艺术的未来 只能够靠有心人来传承手艺 课室里 陈青叶的学生们 一个个聚精会神地作画 学生欧阳艾珠去年发现 纸画课程后 便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加 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说 可以用手指作画 所以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所以我在想 新加坡还有这样的一个艺术 来用手指作画 所以那时候通过学校就报名 这一个课程 那一方面我是想说 如果手指可以作画的话 那我到世界各地的话 不一定要用那一个毛笔来作画 我就可以用手指 我就可以作画了 学习了几个月后 欧阳艾珠感到纸画虽然不容易学 但这项艺术令人着迷 如果说用毛笔作画 你还可以控制 但是真的觉得说 当我们用手指头来作画的话 就真的觉得说 你很难控制 虽然是手指就在你的身体上 但你怎么样去点下去 如果那个力度太大的话 控制不好 那就整个画就不一样了 画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你要细的东西又变得太肥了 任一名指画初学者谭慧怡 和指画结缘是因为她已过世的母亲 他回想 六年多前为了让当时罹患失智症的母亲 能有多一点的生活体验 因此才带母亲报名学习指画 刚好报名的时候 老师走进来 然后去跟老师聊天 老师的人很好 很关心我妈妈 然后就立刻帮我妈妈报名 然后我妈妈跟老师上课 都大概有两到三年之间 点 线 面 这三部分 在认了一张画都会出现 所以一个学生来跟我讲 老师 我不会画 我说不要紧 你只要能够坐下来 你能够坐下来 老师就有办法教理 看似复杂的技巧 其实都有按部就班的学习方法 谁都可以学会 谭慧怡母亲的画作 曾在2017年 陈清夜的诗生作品连展中展出 让谭慧怡十分欣慰 每次他回家 我都看到他的画 都画得很不错 有板有眼的 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教得很好 从华人文化来说 这个艺术延续下去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事实上 一张纸画作品 可以完全靠手指完成 有时也会适时地使用画笔 让作品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陈清夜授课时 课室里就包括 学习笔墨画和纸画的学生 大家能互相学习 也让中国唐朝流传至今的 纸画技术 仍在新加坡的某个角落 继续发光